刚才大家看到我们是宾市国仔 已经猜到我接下来想问 因为宾市昨天急升上来是影子股校园 就是茶饮连锁品牌内雪的茶 今天开始招股 上市编号是2150 简单说一下 招股价就是介乎每股17.2到19.8 一手500股 入场费是欠近1万元 计划发售是大约2亿5千多万股 集资最多大约51亿 主要是用来确张茶饮店 内雪的茶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品牌 但其实大家都会关注集团的盈利能力 还有茶饮市场竞争都大 那这一只新股又能抽不抽得过呢? 我觉得纯粹由新股角度来说 炒短线来计可以考虑 因为始终它有一定的品牌效应 虽然香港的分店是一家间 大家可能不太接触得到 但是听名字大家相信一定听过 也比较好 可能以往有方向内地 更加有可能帮顺过 所以对这个品牌 就绝对不会太陌生 虽然你说炒新股 炒一些品牌因素 炒一个气氛来计算 应该预期的招呼反应 都不会太差 应该都有一定的超购情况 但是当然也一样 就不要真的拿它和时代天使 给了 因为始终 当然你说计货量 其实这些品牌都很干干的 如果你计算回复 我当它提升到五成的话 内雪其实都有21万首的货 其实也不是太多 但是干的程度 又不及时代天使 因为时代天使 当然也说过 如果它到五成回复也好 其实只有四万多首 其实是很干的 所以那只炒得这么厉害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只没那么干的时间 会炒但就不会那么夸张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看一看短线炒一下气氛 炒一个供求义去尝试一下 因为始终我认同 如果以中长线来计算 其实不是说不好 但是始终这类型的行业 面对竞争是真的很大的 甚至乎它在内地来说 其实内地真的有这么多间铁 有这么多不同品牌 或者这么说 再加上本身 相对来说 它的竞争大力之外 其实它暂时的盈利能力 都未是很稳定的 而每杯茶 它虽然买得比起茶 但是它的成本 所谓的购买 其实是没什么钱赚的 所以这个要看 就是未来的控制成本 那边的情况 所以我想长远来说 其实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 不要说是远 像你刚才打开了一只崩市 其实虽然说是 打了些天人饼茶 其实它的股价 或者是业绩 其实过去都不是特别理想的 就是昨天才突然炒一下 影子股 成交才特别大 所以你说这类型的股份 可能只是短线 上市头一段时间会炒一下 但是之后就会比较静一点 所以我想来说 你也可以暂时 以这个方向去看 可以认构 可以做个短线炒作 但是你说长线去银 我自己这类型股份 就会觉得是比较审神一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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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